大家好,我是美国北方的波比医生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接受新冠疫苗Moderna第一针的感受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课题,请一定要点赞、订阅和转发 因为这样可以让油管知道这个话题是大家所关注的 好,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在过去六个半周以前不幸新冠中招得了右下肺肺炎 给大家也汇报一下,在上周末之前我的所有症状都消失了 前几周本来还有一点咳嗽、哮喘的感觉 在星期日的时候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觉得跟自己运动也有关系 所以我在今天就专门请了一天假 早上九点去接受这个新冠疫苗Moderna的新冠疫苗 我前面已经做好准备,因为我知道我前面中招 可能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对这个疫苗的反应会比较大 做好这准备,但是真正经历的时候还是挺难受的 大家如果去打疫苗的话都会给你一个好几页纸的说明 其中说了你会预期有哪些反应,有可能的反应 包括头疼,关节痛,身体上的肌肉痛,发冷,发低烧,恶心,呕吐 这些除了呕吐之外,我全都有了 刚才一查体温是100度,我平常的体温也就是96-97,100度绝对是低烧了 然后就是像小时候发烧那样的,就是先是手脚冰凉,然后浑身酸痛 然后就觉得脖子啊,脸啊,鼻子啊,嘴唇啊什么就开始发热 还是挺难受的,我已经吃了一粒的泰诺,现在还没有发挥效果 准备尽快把视频做完,然后就早点休息 明天呢还需要上班 这个我并不奇怪有这些反应,因为这个数据上已经说明 在这个Pfizer,就是辉瑞的这个疫苗里面的反应大概是4.6% 然后在这个Moderna,大概是9.7%呢,就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注射疫苗之后的反应 严重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你一般日常的生活的做的事情就要有一些改变 比如像我,我是一个健身达人,这周一周两次的撸帖,这第二次可能就要改变一下 我今天晚上就没有撸帖,就跑了跑步,跑了10分钟一脉 让自己身体热一热,也挺舒服的 这都没有关系了,因为这个疫苗产生反应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事情 我前几年打这个肺炎疫苗,也有过这个胳膊特别特别痛 还有呢,我先生打呆妆泡枕疫苗,也发低烧 但是这次又有烧啊,然后身上又痛,这胳膊这儿疼得不得了 穿衣服都挺困难的,我现在挺同行那些有这个肩中炎的人 这怎么梳头啊,这个胳膊根本没有办法举起来 大家不好意思看我这个麦克都在这儿 是因为穿上衣服了,发现这个麦克没有放进去 但实在没有力气再把衣服脱下来再把它放进去了 好,我也跟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个有没有什么局部的反应啊 我这个今天早上今天早上9点钟打完,还真没有再打开 专门等着和大家一起分享呢 这个我先打开看一下啊 好,表面上都看不出什么来 但是这个胳膊这儿,这一块我觉得是有点肿 然后这一块还是比较热的,这胳膊整个这一片都酸痛碰不得 今天晚上是绝对不能靠着这边睡了 没有关系,这个打过疫苗之后有这些严正性的反应啊 自身免疫的反应是说明我们的机体在工作了 所以大家看了这个节目一定要知道我和你在一起 而且我也经历过这些,我们就一起互相祝福 能够把这个难关度过 这个是第一针,然后四周以后有第二针 打过第一针的七天之后,我们就一定的保护性了 如果是打完第二针的七天之后,就有完全的保护性 我下面一周半之后还要进病房 希望我有自身免疫,还有疫苗免疫 就可以那个叫怎么说来着 金钟罩铁布山绝对不再中招 好,谢谢大家的关注 哇,好痛啊,咱们下一次再见,拜拜